My money don't jiggle jiggle, it falls I like to see you wiggle wiggle, for sure 如何把5毛钱的鸡蛋做出50块的效果 我一定选舒芙雷欧姆蛋 先炒个配菜 口磨加橄榄油,蒜片,盐,黑胡椒 先先欧芹碎,随便炒炒待用 蛋清蛋黄分开 蛋黄里加奶油,盐,拌拌匀 蛋清加一点点糖打发 我们不是做甜品,糖的量很少 所以蛋清没那么稳定,不要打过头咯 到这样能有个尖角就行了 蛋清先垮一部分加入蛋黄 拌匀了倒回来,翻拌均匀 动作快点防止它消泡 平底锅里加点油,中小火,倒入蛋液 盖上锅盖焖2分钟左右 开盖用刮刀试试 感觉底部凝结了 塞一小块黄油到下面去 转一转锅子,撒点芝士碎 一点黑胡椒,划到盘子里 叠一下就好了 最后可以再撒点芝士碎,欧芹碎 搭配刚炒的蘑菇 奶香奶香,咸甜咸甜 松松软软的舒芙雷欧芽蛋就完成了 咬一口,仿佛在吃蛋香味的云朵 喜欢点个赞再走吧